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 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 所谓新疆地区存在种族灭绝的说法荒谬绝论 完全是没有用心的造谣彻头彻尾的行业 一些西方政客宁愿相信几个人编造的谎言 却不愿听取2500多万新疆各所人民的共同心声 无论是中国疫苗还是外国疫苗 只要安全可靠就是好疫苗 我们反对搞疫苗民族主义 我们不接受制造免疫鸿沟 我们更抵制任何把疫苗合作政治化的企图 制度的选择需要良体才艺 不能够消除势力 抹黑打压以自己不同的制度 甚至鼓吹唯我独尊 本质上是一种制度霸权 我们坚决反对世界上的霸权霸道霸凌 坚决顶回对中国内政的无理干涉 中国做得好不好 中国人民最有完全 中国应该怎么做 中国人民才是主人梦 长期以来美国动辄打着所谓民主人权的旗号 肆意地干涉别国内政 在世界上制造了很多的麻烦 甚至成为动荡战乱的根源 北方应该早日地意识到这一点 否则我们这个世界仍将是不得安逸 中俄组合团结如山 始终是世界和平稳定的中流地主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 中国合作就越要坚定前行 两国人民呢 在抗议合作当中 又谱写了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的假话 让我们今夏聚焦 冬季明年相约北京 去年边境地区发生了冲突 是非取知 十分清楚 厉害得失一目了然 事实再次证明 单方面制造对抗解决不了问题 重回和平谈判才是正道 中俄两大文明可以对话交流 我们不是制度性对手 中俄独立合作 独立自主地开展合作 我们就能办成很多大事 联合国不是大国俱乐部 更不应该是富人俱乐部 各国主权平等 任何国家都没有包揽国际事务的权力 多边主义 这是中国的坚定选择 从未应 一时一时而改变 我们认为多边主义是旗帜 而不是谎子 是信念 而不是说辞 希望外国媒体记者将焦距对准中国时 既不要用美颜相机 也不要用灰黑滤镜 新的一年 元首外交将继续领航定向 中国外交将谱写更精彩的篇章 一个重情义 有定力 讲原则 跟担当的中国 必将为世界传递更多的温暖和希望